139 信報《財經新聞》 鎮南黃整肅南方報系有功託鎮聲任眾宣布副部長 2015年7月18日兩岸消息 A 十恩山改南方周末新年獻詞 而名措一時的縣廣東省委宣傳部長託鎮 被證實已調任眾宣布副部長 知情人士透露,託鎮此番進京,雖形為副部級,實則是晉升 託鎮在廣東任內,大力整肅開放《敢言的南方報系》 引起極大迴響,贏得鎮南黃稱號 中國作家網更一報導 由眾宣布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舉辦的 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 本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 託鎮以中宣布副部長的身份出席 事實上,託鎮調任中宣布的風聲早已傳出 但此前未獲官媒證實 眾宣布頒指人士變動頻繁與託鎮幾乎同時調入 眾宣布擔任副部長的陝西省委員宣傳部長 景進海,也是因參加公開活動 財壤外界得知其調任的消息 事實上,執掌國家意識形態要衝的眾宣布 近期人士變動頻繁 去年12月,眾宣布副部長 國新辦主任蔡名趙轉任新華社社長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黨組書記長建國接任 同月,眾宣布常務副部長 洛樹江接替蔡武擔任文化部長 原副部長黃坤明升任常務副部長 一個月後,國新辦副主任崔玉英調任眾宣布副部長 成為眾宣布班子中唯一女成員 加上本月景進海和託鎮的理身 眾宣布班子已出現五人職務變動 其中四人為新面孔 目前眾宣布共有十名副部長 四名為徵報級 值得一提的事 這些眾宣布要員大多有地方工作履歷 例如黃坤明曾是浙江省委宣傳部長 杭州市委書記 托鎮成名作並非策鞋文章 現年五十六歲的托鎮是內地新聞界的勞行專 徵在內地《經濟日報》任職接近三十年 從見習記者一直做到總編輯 托鎮在新聞界的成名作 並非什麼歌功仲得的策鞋文章 而是一篇不封尖銳的調查報道 1983年初出茅牢的托鎮被派到河北保定採訪 他憑案有者的敏銳臭角和正義感 寫出工程師三代破屋兩間 副局長一家新房四套市有關部門的調查結論 環境是分配基本合理的經典報導 揭露地方官員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 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被評為年度全國好新聞 在其後的十多年間 托鎮呂獲新聞殊榮 1993年 托鎮被評為中國十大極出青年 成為內地首名榮獲此稱號的記者 2002年 托鎮獲得內地新聞界最高榮譽大獎范長江新聞獎 從此評報青雲 2011年 托鎮被任命為新華社副社長 但不足一年即空降廣東出任宣傳部長 不少傳媒人一度對托鎮有所期盼 但托鎮到任後卻加強對傳媒的管制和監控 推出多項限制新聞自由的措施 引起業界強烈不滿 前年9月 托鎮為表態支持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指示 首度提出廣東地處改革開放和意識形態鬥爭兩個前沿 顯示當局將港澳視為敵對意識形態的來源 兩岸消息鎮南黃整肅南方報系有功托鎮聲任中宣報副部長 ning! 博物 全局 大千 全局 明